河豚鱼 龙汤河豚 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东方暗文豚 这个河豚是养殖的 区别野生的这个毒素没有那么大 宰杀的时候需要注意这几点 它的血液 眼睛 内脏是不能食用的 所以我们杀的时候 注意把这几个地方弄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开始宰杀 首先捡去河豚的胸脐和尾脐 肤壶开膛 连着下巴一起剪开 放清水里把鱼的血液放干净 血放完后 鱼的肝脏先取下来 有毒的苦胆千万不要弄破 破了这个鱼就不能食用 肝脏头部剪去一点 里面有血 为了把里面的血液清理得更彻底 再把它剪三刀放水里 便于更容易释放干净里面的血液 接下来鱼的头部使劲歪开 鱼的腮部就会呈现在眼前 鱼腮的两端各来上一刀 中间这块来上一刀 然后撕下鱼腮 鱼腮连着内脏就会一起下来 然后内脏部位下面血红的东西 两面都有 一定要清理干净 切记只要是血红的东西 就证明上面有血液残留 必须清理干净 鱼的两边的腹部都有一层薄薄的膜 都给它包掉不要 这个上面也有血丝残留 然后尾部这个位置剪开 另一面也来上一刀 中间这块红色的肉是鱼的生殖器部分 里面有淤血不好清理 丢掉不要 剪下来之后 它下面的脊骨剪开 这里面都是有问题的血水 要放干净 然后这个位置 这是河豚的脑壳 剪开取出大脑 大脑上有血底 有毒不要 然后剪掉河豚不能食用发黑的牙齿 然后去皮 肚皮这个位置 轻轻把鱼皮和肚奶分开 撕开鱼皮 先把鱼的尾部撕下来 然后扣住尾部 把鱼的头的部分撕下来 这就是完整的鱼皮 最后鱼的眼睛千万不要忘记剪下来 这是宰杀河豚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宰杀完的河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冲水 为了使鱼肉中的血液释放得更干净 放流动水中冲水半个小时以上 冲完水之后 为了以防不测 我们最后再检查一遍 看看内脏是否去除干净 是否有红色组织和血丝残留 眼睛是否清除掉 一切检查无误后 控水备用 下面开始冲刃 首先沸水里下入姜片 下入鱼皮汤烫十秒左右 烫好后捞出冲凉 将鱼皮两面的黏膜搓洗干净 然后将鱼皮光滑的一面翻过来 这样在食用的时候 不会有小刺扎嘴的感受 洗锅油烧热 下入姜片和鱼干 小火把鱼干煎至金黄色 鱼干焦黄之后 把鱼干捞出来备用 这个甘油做汤是不能食用的 因为它有一定的腥味 丢掉不要 重新起锅 下入菜籽油和猪油各一半烧热 下入葱姜 河豚鱼下进去略煎一下 大袋煎到二十秒左右 烹入白酒 这里不能烹黄酒 黄酒的度数太低 压不住鱼的腥味 白酒的度数高 能瞬间挥发 才能激发鱼的鲜味 加入多一点的开水 水的面要没过鱼的两厘米左右 因为河豚炖煮的时间较长 上盖大火先烧十分钟 然后开盖把鱼干下进去 上盖中火再烧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 这个汤汁已经很浓稠了 下入鱼皮再炖五分钟 炖至鱼皮软弱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汤汁非常的浓稠浓白 最后下入适量盐就可以了 味精什么的都不用放 因为河豚的汤最鲜了 最后捞出板盘 鱼皮放到鱼身上 放上鱼干 浓白的鱼汤倒进去 最后撒上香菜提味 河豚鱼作为长江三鲜之一 属于回油鱼类 味道非常鲜美 河豚汤的鲜度 更是所有鱼类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看看这个鱼皮 软软糯糯 吃起来虽然有点扎嘴 但是我还是要强行把它吃下 因为它养味和健胃的功效 非常的奇特 河豚鱼的肉也很细嫩和鲜甜 浓白的鱼汤也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谢谢大家